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小安姐 天气变暖,我们家里有很多厚衣服都穿不上了,应该收纳起来 如果只放到柜子里呢,是非常占地方的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收纳大合集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家里厚衣服挂在衣柜,太占地方 下面这个收纳方法,让衣服整齐不占空间 第一,首先收纳长羽绒服或者长棉服 衣服摊平,衣服底部折过来 然后将袖子放平 有帽子的,把帽子折过来 然后对折按压一下,将衣服塞进底部,整理一下 这样一件长款羽绒服就叠好了 第二,短款羽绒服或棉服 衣服铺平,把底部卷起来 卷到三分之一处,然后把帽子折过来 再将袖子铺平,压住帽子 再将上部分塞进下方 这样一件短款羽绒服就收纳完成 第三,裤子收纳 裤子介绍两种 把裤子上部分折一下 再将底部折一折,塞进上部分 这样整齐怎么动都不会散掉了 另一种,把裤子对折 裤腿的三分之一处折过来 再将裤子卷起来 卷到底 然后把这个多出来的裤腿向外翻 套在裤子上 包裹整条牛仔裤 这样收纳牛仔裤是超级省空间哦 不错吧 第四,收纳毛衣 袖子平铺在衣服上 然后将毛衣对折 毛衣领部折过来 再将底部折过来 然后将毛衣扇进去 这样毛衣非常整齐哦 第五,毛泥大衣收纳 袖子对折放好 把底部折一部分 再将衣服上部分塞进底部 这样一个毛泥大衣就收纳好了 非常整齐哦 怎么样学会了这几种收纳方法 衣服是不是非常整齐呢 你也赶紧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安姐分享的收纳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动手试试吧 让你家的衣柜更爽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